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 倒入一点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 洗面一个小时 葡萄去皮 切丝 放入清水里 泡一下 加入白醋 两个青红椒 去地切成丝 水提前烧开 让土豆丝焯水一下 焯好捞抽 放凉水过凉 起锅烧油 油热倒清红椒丝 翻炒一下 炒好的土豆丝 继续翻炒 小适量的盐 炒出 清脆可口的土豆丝就好了 面团饧好了 面板刷一层油 取出小面器压扁 然后全部落在一起 用手轻轻的按压 翻个面继续按压 再用擀面杖擀包 冷水上锅 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已经蒸好了 取出来 晾凉后给它撕下来 柔软又劲道 在春饼上刷一层甜面酱 放上炒好的土豆丝 再放进我们爱吃的黄瓜丝 给它卷起来 好吃的土豆丝 春卷饼就做好了 切开看看 哇 好香啊 吃起来皮薄松软 鲜香美味 最发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 转发评论 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